本來我在腸胃科 那後來因為去念載子經修班 那念載子經修班的時候 就有一個尋求的課程 那個時候叫做臨終護衛 那是趙老師開的課 趙老師跟楠雲亮老師開的課 那時候就很喜歡 原來才知道說 原來還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可以做的 然後也跳出來另外一個角色 比如說是病人的角色或是家族的角色 才知道他們會面臨這麼多的抉擇也好 或是這麼多的傷痛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安靈病房 那我只知道說 其實很多按摩了病人 那他們其實都受了很多的苦 很多的折磨 所以那時候我還想說 到底還有什麼可以再多做些什麼東西 所以後來才選擇要加入我們這個團隊 一起來鼓勵 其實會發現以前做的東西好像是 覺得好像對病人好 然後我們就努力做 我們就繼續加油 繼續幹嘛幹嘛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他們真的很幸福 我們都沒有聽到他想要表達的心聲 那後來慢慢的在這邊學到 其實我們硬房我們的團隊也蠻幫忙的 然後我們會送很多的訓練 然後自我成長的課程 然後我才會發現說 原來其實是換另外一個角度 去站在病人的角度或站在家族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時候 才會發現說以前做的東西好像都不是這麼的完善 因為這是我們站在醫護人員的角度來探索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給什麼 你需要做什麼 才會有辦法繼續活下去 但是那個活下去的東西好像 對這邊的意義不是那麼大的 然後才會知道說 我們來其實先去聽聽病人的心聲 聽聽家族的心聲 才知道我們可以給他需要的 不管是醫師也好 醫師也好 所有跟工作夥伴們 其實我覺得需要的是很大的耐心 然後 沈澱下來 靜下來 不要太急 像我就很急 那有時候很急的時候 很容易就Pass過去 忽略掉很多他所想要表達的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讓我們自己先慢下來 慢下來之後 再緩一下 然後不用急著說出我們心裡面想 想要表達的東西 先去聽聽對方想要說什麼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一定會有熱情 你會 你來到這個病房一定會有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 那很多的想法 那這個東西不要不見 不要抹滅掉了 因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可以支持你繼續走下去的原動力 好 沒關係 其實你知道嗎 我是本病房最不會照顧自己的人 但是我覺得我很慶幸 我有一個重要的信仰 然後我的信仰可以帶給我很大的支持 再來就是我的長官們 還有我的同事們 好姐妹們 他們都會陪在我身邊 不管我很難過 或者是我很受挫 但是他們都會在我身邊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換句話講 就是也因為他們這個團隊 一直陪在我的身邊 所以我當然也會有這個動力陪在我的家人 跟我的家屬相比 這個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感動 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